学科评估 学科评估的话 大家会发现很多学校已经现在发了捷报了 就是说我们学校某一个学科第一次被评到了A加 我们学校A加学科比去年多了几个 空间最大的就是材料 这种专业就是你要想做学科评估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参与评估的学校比较多 参与评估的学校一多了以后 原来的B加的第一名就会变成A 因为所谓的学科评估 什么A加A A减B加B B减 那个是按照百分比来排的 当参与评估的学校一多 那么B加的正数第一名就变成了A的倒数第一名 然后B的正数第一名就变成了B加的倒数第一名 这个是参与评估的学校多导致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好玩 就是有的学校是没有资格参与学科评估的 但是排名靠前的学校 尤其是原来B加的第一名 甚至会动员其他学校参与学科评估 因为参与评估的学校一多 它B加的第一名就变成了A了 然后A的第一名也会动员后边的学校参与学科评估 然后A的第一名就变成了A加了 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